接着到昨天1月16日 塞亚机场23年1月累计旅客吞吐量 99.75万人次 同比22年的话 我们是旅客量和航班起降驾驶 都要多一些 都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货运航线方面 现已开通了三亚至新加坡的航线 并计划于23年的陆续开通 多条三亚至东南亚的国际货运航线 客运航班计划优先恢复 香港 澳门等地区航线 逐步恢复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航线 最后恢复额与地区的航线 以前疫情前每年都会来 三年基本都没来 另外有我们小家庭的话 也能够团聚在一起 然后团团圆圆的过一个年 对 每年几乎是我们老两口过来 孙子放假的时候吧 他过来住下去 今年我闺女好几年没来呢 他带着我外孙一块过来 过了春节就回去 他也来了 反正也算全家团聚了 过一个喜庆的春节吧 就是跟老人的过个年 陪陪老人的 感觉反正应该今年人要比往年多 是吧 刚下飞机停机屏上 都觉得跟大马路似的 愿望的话 2023年大家平平安安 包括家里人朋友亲戚同事包括您